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 人生而平等 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 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 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 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 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 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 人类的进步 就是在各种不同思想的争命中萌发的 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 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 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 社会活力和凝聚力 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 来自崇尚理性 尊重科学的精神 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 要创造更加平等宽松的政治环境 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气氛 让人民追求真理 探索自然的奥秘 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